我宣布南加州华人华侨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3周年升旗典礼正式开始 9月28日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在工业市棕櫓大酒店 隆重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升旗典礼及国庆宴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 副总领事李春林 乔务领事王岐陆军械等出席活动 和800多位乔胞在歌在舞欢庆祖国生日 美国粤港澳大湾区总商会会长林达坚 美国奉商总会主席朱俊英升起了美国国旗 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荣誉主席魏海英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张贤 升起了中国国旗 全场高唱歌唱祖国 祝福祖国 繁荣昌盛 美国南加州著名侨领张素九代表华人华侨致 表达了洛杉矩侨胞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至此表示 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节日 73年前伴随着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 极贫极弱 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 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73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艰苦奋斗 奋发图强 砥砺前行 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世界为之惊叹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之自豪 张平表示 再过十几天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 这次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中国人民将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 以更加奋扬奋发的面貌 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勇意前行 展望未来 不管前进道路有何艰难险阻 中国人民有信心 更有决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张平表示 在美侨胞不论是新侨老侨 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侨胞们身处海外胸怀故土 始终不忘自己的根在祖国 身上流淌着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多年来 南加州侨胞关心祖国发展 助力家乡建设 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侨胞们坚定支持祖国统一大业 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发挥了积极作用 侨胞们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积极回馈社会 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 推动中美地方交流合作 在中美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美关系的好坏与侨胞的福祉息息相关 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是在美华人华侨的共同心愿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包括海内外侨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 不论是中美关系还是祖国统一 都离不开广大海外侨胞的贡献 希望侨胞们继续关心和支持 中美关系发展 继续支持祖国统一大业 坚守民族大义 反对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为增进中美友好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会长蔡成华 代表组委会致辞 对侨办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代表组委会致大谢辞 感谢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美国政府官员 及代表新桥老桥月见辽 各大社团 桥领 工商界 学界 媒体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大会主席陈伟碧 张明 李洪良 邵文 周德昭 关建荣 和胡桌球登台致辞 表达对祖国生日的祝福 各级民选官员致辞并颁发了合状 仪式过后还进行了精彩的节目表演 大会主席林干花 我和我祖宗 未来我也希望我们的乔邦们 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的建设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积极发挥作用 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那么同时在中美关系上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乔邦们 继续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如既往的 为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推动中美地方的交流合作 继续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乔邦们这几年来 不论是为我们的祖国 还是为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贡献 我们老一代的人 就是为中美的友好 就是出了很多力 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 也可以就是继承 我们老一代能够更好的 就是说传承老一代 中美友好的合作的这样一个历史 能够让我们目前 所以中美友好的关系 能够更快的步入正规 今天我们是 亲入中华人民国73周年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大使 能够把我们华人华侨的 祝贺祖国的心愿 给我们传达到我们祖国的 庆祝活动由美国南加州 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南加州华人社团大联盟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南加州高校联盟 世界粤简聊华人社团联合会 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南加州促统论坛和全美华人协会 南加州分会等社团联合主办 华夏电台记者 我也是采访报道